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士气低落的情况下 要求年轻官员忠诚和诚实 是我 唉 我就是问题 我今年33岁 中国科学家研制出一种强大的耐寒锂电池 在巴基斯坦 亵渎是一种犯罪行为 暴民正在执行判决 悉尼狂欢节向遇害的同性恋情侣致敬 请大家收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士气低落的情况下 要求年轻官员忠诚和诚实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年轻和中年官员要忠诚诚实 并且要热衷于改革和创新 他在官员培训计划期间发表了这些评论 表示他们因严格遵守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和规定 并与党保持高度团结 习近平还呼吁官员们要防范重大风险 解决突出问题 并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福祉 是我 唉 我就是问题 我今年33岁 纽约时报 作者回顾了自己作为巅峰迁徙一代的经历 这个术语用来描述1990年和1991年出生的人 他们在2024年将年满33岁和34岁 他们指出作为迁徙一代中最大的一部分 这个特定年龄组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 他们也承认他们的一代面临着住房 就业和资源竞争等挑战 作者认为巅峰迁徙一代的影响已经塑造了经济 但这种影响并不总是对他们自己的一代有益 中国科学家研制出一种强大的耐寒锂电池 南华早报 中国浙江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发出一种新型电解质 使锂离子电池能够在低至零下80摄氏度的温度下充电和运行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电池内部一种以前未知的离子传输方法 这可能导致高能量电池在极端条件下运行的开发 目前的锂离子电池不适用于低温环境 因为几乎不可能制造出能够同时实现高能量密度 广泛工作温度和快速充电的电池 这种由小溶剂分子组成的新型电解质使电池单元具备了这些特性 在巴基斯坦,亵渎是一种犯罪行为 暴民正在执行判决 纽约时报 上个月,数百人在巴基斯坦主要城市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一位高级法官的亵渎裁决 该法官还面临网络反弹和威胁 两天后,庞州普省的一名警察就出了一名女子 她被人们误认为衣服上的阿拉伯文字是古兰经的经文而遭到攻击 那周晚些时候,卡拉奇的一个团体拆毁了一座 供阿赫迈迪派使用的宗教建筑上的尖塔 阿赫迈迪派是巴基斯坦宪法宣布为异端的长期受迫害的少数派 他们的信仰被指责侮辱了伊斯兰教 在巴基斯坦,亵渎行为被严肃对待 定罪可能意味着死刑 有时,暴民会自行处理此类事物 在案件进入审判之前,就对人进行私刑 政治氛围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掩护 有时无法或不愿干预的警察部队也助长了这种暴力行为 悉尼狂欢节向遇害的同性恋情侣致敬 BBC 在悉尼年度Mardi Gras骄傲活动上 举行了一分钟的默哀 以纪念在游行前一周被谋杀的两名同性恋男子 记者杰西、贝尔德和澳洲航空公司空城卢克 戴维斯的尸体在悉尼附近的一个农村地区被发现 警察官员伯蒙特·拉玛尔康顿被控两项谋杀罪 Mardi Gras游行的组织者最初不希望警察参加活动 但在协商后便允许便衣警察参加 今年游行的主题是 我们的未来 旨在承认LGBT社群所取得的进步 警方声称这起谋杀案不是针对同性恋的仇恨犯罪 为什么股市明星与现实世界的投资需求相左 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的安东尼、罗利警告称 目前围绕一些科技和消费股票的市场狂热 导致全球金融资源的错误配置 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些股票的高估值 吸收了全球储蓄和股票市场流动性的不成比例的部分 而其他经济和社会需求领域则被忽视了 罗利认为 基金经理需要与多边机构合作 将投资打爆到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和健康等领域 使其对股票投资者可获得 中国科学家揭示华为折叠式智能手机的秘密 液态装甲 南华早报 华为利用淀粉的新能特性 来开发其Mate X3和X5手机的可折叠屏幕 这些屏幕具有柔性内部组件 能够在受到冲击时变硬 提供更高的抗破裂性能 该材料是一种非牛顿流体 表现得像水 但在受到突然冲击时会变硬成固体 研究人员表示 这项技术能够改进过滤技术 使最终的柔性屏幕透明率达到92% 中国的荣耀和小米在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示了人工智能的巨大市场潜力 南华早报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包括荣耀和小米正在引领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集成到他们的设备中 在最近的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荣耀展示了其魔法门户功能 利用人工智能简化用户任务 例如识别短信中的地址 小米展示了其14Ultra型号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 使用户能够在他们的图库中定位特定的图像 然而 尽管中国被认为是生成是人工智能的试验场 但这项技术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尚不清楚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副总监Ethan T的说法 生成是人工智能功能目前在消费者购买智能手机时 并不是一个关键考虑因素 Counterpoint预测 今年全球出货量达到一亿部支持生成是人工智能的智能手机 2023年达到4700万部 并在2027年达到5.52亿部 中国副总统敦促美国企业寻找新的合作领域 彭博社 中国副主席韩正呼吁美中两国企业加强合作 维护全球供应链 韩正在中国美国商会举办的晚宴上发表讲话时 敦促企业在数字、人工智能和绿色领域探索新的合作机会 自从乔·拜登总统在11月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以来 美中两国一直在努力稳定关系 然而两国都在追求增加自己自足的战略 美国正在多元化供应链 北京则限制核心技术的出口 罗马尼亚的极客 正在绘制欧盟最高风险首都的地震风险图 半岛电视台 尽管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市 禁止在地震风险等级唯一的建筑中租房 但此类建筑仍在度假租赁网站上进行广告 该禁令于2024年1月1日生效 业主可能面临1088美元至2175美元的罚款 为解决这个问题 罗马尼亚的公民科技运动利用官方数据 绘制了全国所有地震风险等级唯一的建筑的红点地图 罗马尼亚代码和改善 NGO创建了名为Akessencecurentairo安全家园的网站 提供有关地震风险和应对措施的资源 然而使用公共资金加固地震风险建筑的进展缓慢 过去30年只有26栋建筑进行了翻修 罗马尼亚的国家复苏和韧性计划将投资2.38亿美元 用于升级风险等级为一和二的多户住宅 和公共建筑的地震韧性和能源效率 在三大汽车制造商取得胜利后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 将瞄准非工会工厂 纽约时报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 计划扩大其在美国非工会工厂组织的努力 此前在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公司 成功举行了罢工 这一策略的首次考验将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 大众汽车工厂进行 超过一半的合格工人已经签署了支持工会的卡片 大众汽车工厂的工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 更多的带薪休假和更好的医疗福利 该工厂最近宣布了11%的工资增加 但预计新合同期末三大汽车制造商的工人的可比工资 将超过每小时40美元 AUKOS正在考虑日本参与国防技术发展的问题 日经亚洲 据报道 美国正在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就邀请日本在AUKOS安全 伙伴关系下合作国防技术进行谈判 此举旨在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个月访问白宫期间宣布 美国正在与伦敦和堪培拉进行讨论 希望能够邀请东京加入 目前 日本将成为自2021年9月AUKOS启动以来 首个受邀加入AUKOS框架的国家 迦洛维展示了美式文化战争如何蔓延到英国 彭博社 最近 左翼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乔治 迦洛维在罗奇戴尔选区的补选中获胜 凸显了民粹主义在英国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迦洛维成功地利用了穆斯林选民 对工党支持以色列的愤怒 这一举动被许多穆斯林社区视为不敏感 迦洛维的胜利也引发了对极端主义的担忧 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极端主义 以及其对公共秩序的影响 特别是保守党被指责采取民粹主义策略 试图赢得来自极右翼英国独立党的选民 然而 采取民粹主义策略 可能会使真实体面和稳定的温和选民疏远 文章警告说 除非保守党和工党控制住他们的民粹主义倾向 否则下一次大选可能是现代最恶劣的一次竞选 Redinflation是指当食品缩水时经济发生的情况 纽约时报 企业正在缩小产品的尺寸而不降低价格 这引起了消费者的愤怒 这种被称为Redinflation的趋势并不新鲜 自几十年前以来就是一种企业策略 然而 当前的愤怒更加明显 甚至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最近的一段视频中提到了这个问题 尽管Redinflation在当前似乎发生的频率较低 但仍然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 即官方通胀数据是否真正反映了这一现象的真实程度 欧洲央行必须弄清楚通胀威胁是否即将消失 彭博社 欧洲央行ECB可能即将实现其2%的通胀目标 经济学家表示 该行可能很快达到政策转折点 彭博经济学分析称 回归通胀目标的条件已经具备 并补充说 ECB今年首次预测将于3月7日公布 可能显示核心通胀率将在2026年达到2% 该报告呼吁对预测保持信任 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位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新闻 首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年轻官员忠诚和诚实 这并不奇怪 因为在忠诚和诚实的基础上 才能够有效地推动改革和创新 当然 我们也希望这种忠诚和诚实 是基于对人民利益的真正关心 和对党级党规的遵守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一篇关于巅峰迁徙一代的文章 这个术语用来形容在1990年和1991年出生的人 虽然这个年龄组在经济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他们也面临着住房 就业和资源竞争等挑战 毕竟 没有一代是完美无缺的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挑战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创造更好的未来 中国科学家研制出耐寒锂电池 这真是个好消息 现有的锂离子电池 在低温环境下使用效果不佳 而这种新型电解质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意味着电动车在寒冷地区的使用将更加可靠 对于推动电动交通的普及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在巴基斯坦 亵渎行为被视为犯罪 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通过私刑来处理这类案件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涉及宗教和政治等多个方面 希望巴基斯坦能够加强法律和执法力度 确保公正和公平的审判 并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 在悉尼狂欢节上 人们摸哀纪念两名同性恋男子的遇害 这是对暴力和仇恨的有力回应 也是对LGBT社群的支持和尊重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过上自由 平等和安全的生活 不受性取向的歧视 在金融领域 市场狂热可能导致资源错误配置 我们需要关注整个经济的发展 而不是只看中某些行业或股票的涨跌 投资者和基金经理应该更多地关注气候变化 基础设施和健康领域等长期发展的机会 华为的折叠式智能手机采用了液态装甲技术 这使得手机屏幕更加耐用 这是一项有趣的创新 也是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例证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中国科技企业在国际舞台上 展示他们的创新能力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荣耀和小米 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手机中的潜力 虽然生成是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尚不明确 但中国企业正处于这一领域的前沿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副总统韩正呼吁美中两国企业加强合作 这是增进两国关系的重要一步 数字 人工智能和绿色领域是潜力巨大的合作领域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合作和交流 在罗马尼亚 公民科技运动利用数据 绘制了地震风险建筑的地图 为公众提供了相关信息和资源 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但加固地震风险建筑的工作仍然需要加强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投入更多资源 确保公众的安全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计划 扩大在非工会工厂的组织努力 这是工人争取更好工资和福利的正当行动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成功 Alcos正在考虑邀请日本加入国防技术合作 这是一个重要的合作机会 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最后 我们要关注英国政治中民粹主义的增长 保持稳定和秩序是每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任务 我们希望各政党都能够避免采取极端主义的做法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有趣和有用的信息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